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对于复兴医药最近一段时间的稍操作 大家实在是有点亮下了眼睛 因为不久前他刚刚宣布大股东减持 大股东减持的数是多少是八千万股 更绝的是他刚刚完成了定征 那么定征的数值都要1.07亿股 换句话来讲他刚刚从一些机构手中 拿到了大概44亿左右的资金 然后马上就宣布了大股东减持大概3% 之后又宣布高管出来证持 他这个操作究竟是出货呢 还是护盘呢 还是说以护盘的方式来出货呢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关注他的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一般人真是看不懂这种操作 那么市场是非常诚实的 因为他减持的消息一出就是一个地铁 当然H股跌幅就更大超过13% 那么连续两天下跌呢 市值已经增发了不少了 现在他的股价大概是在35块钱左右 有涨有跌 那么机构的增持价应该是42块钱 换句话来讲 前期穿与增持的机构一上市就是权限被套 那么在自己大股东反复减持这种情况之下 复兴要业的股价在什么地方能够起稳 其实现在很难说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大股东的减持量是8000万股 高管的增持数量是46万股 8000跟46差的也太大了一点了 连杯水车型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杀杂鱼 表个态而已 那么复兴医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呢 我想本质上我们一句话点透了 就是复兴集团现在资金链紧张碰到的问题 需要急速回笼资金 拯救集团的其他项目 因为我们知道复兴医药从上市以来呢 大股东从来没有减持过 那么现在减持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否则的话它不会冒着跟机构翻脸的这种结果来减持的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它除了减持复兴医药之外 它控制的很多公司也都公布了一系列的减持 你像预员要卖出近微久13%的股份 那么预计的交易总价是19.37% 那继续再往前追 复兴期年内呢 还减持了海南矿业 青岛啤酒 中山公用和泰河科技等等公司 有媒体大概计算了一下 从年初到现在 它已经从上市公司体系呢 套现了100多亿 股市上呢 一般来说都是机构啊 割散户的韭菜 那么定征呢 其实也是一种割韭菜的方式 因为参与定征的话呢 可以按一定的指扣啊 拿到呢 相当比例的这个股权 如果二级市场表现好的话呢 就可以风高见棒 从而呢 完成一波收割 但是呢 天又不测风雨 今年经济进入一个下行周期啊 导致福星集团这样的资金杠杆率 比较高的公司呢 也出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说到底就是现金流出现了问题 所以它才会这么不计成本 减持自己的股票 哪怕在机构 刚刚替它完成了定征之后 也是如此 福星医药这个操作啊 就让我想起了范伟的一句话 这是什么知识 非常六加一吗